魏老师,还有各位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其实今天我没有预备会给魏老师摆上台来 其实还没有接触长生学之前 我有个孩子从小就很自闭,轻微,很自闭 学了长生学生过后,我就帮他做调整 只是区区的一个晚上,应该是有一个小时多 帮他一手我放七号,一手就放在后脑 一手放七号,一手放六号 整个左脑和右脑也在做调整 我这个孩子还没有,被调整之前 他不会看我,很心痛 很心痛,那时候他才四岁 过后,把他调整 这一天去坐,去上班 上班回来 之前我去上班回家的时候 都是自己去开门进去的 那一天呢 我一下车,他就开门 他就很开心,跟他妈妈讲 妈咪,你一定会来的,让他讲 这些我看过西医的 他讲这个孩子 可能他只是会活在他自己的世界 帮他跳过后 我也不敢相信奇迹 就这样出现了 这个是我接触长生学 过后的一个 本身自己的一个案例 因为我学长生学 最重要是要帮我这个孩子 他以前会主动跟你们讲话吗? 不会 都不讲话? 都不讲话 所以当你听到他说爹地回来的时候 你怎样了? 很开心 因为这个孩子 我去婚姻 不少过三十次 还有去Likas那一边 很辛苦 差不多一个月要来回一次 我们不谈这个 谈第一个案例 你问我自己当老师的 还有我一般学生 有一个是比较怪 会闹情绪 就是会闹情绪那一个 有一天他 他当场好像癫痫 癫痫 他一癫痫起来 他会先大叫 好像人家讲 好像有 有不好的灵性 侵蚀他的身体 他会大叫 然后他的眼睛 会很大力的这样睁开 看人 然后全身一直在晃晃晃晃晃晃 全身 全下的老师都不知道 怎样做 全部都 不知所措 我看到这样的症状 我就上前 静静的帮他调 调大约 十分钟 他终于冷静下 他的头 他的眼神 他的手也不会再摇望 一开始稳定下来了 不到十分钟 连那时候的救护车来的时候 也没有用到 不需要去一样 这个是第二个 见证 真的 长春学 我们一定要把它 推广下去 真的是很不错 我自己 领悟到 谢谢长春学